所以你的血脉里头就是搞经营的 就是说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你为什么很晚才愿意接受商人的这样一个提法 我本身骨子里我不喜欢商人 因为你很简单嘛 工农冰雪商商人排的最末位的 接下来讲一说商人就是无伤不坚 但是你在这个里面做的风生水起 但是你还是不喜欢 你当然不喜欢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真的在这儿发挥你的作用 我想像蒋长健老师这样 这个复旦毕业了之后 在国关教书 我想 那问题是我没那个资格 那后来你说你还是接受了 接受了 因为你没办法你必须得接受 接受之后就感到你应该有责任 让这个行业 让这样的一个阶层 让他们把社会上获得尊业 1988年11月 旺科成为我国第一批完成股份化改造的上市公司 历经十年发展 到1998年 旺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作为创始人 一时间 王时风光无量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仅仅一年后 王时却突然辞去万科宗经理一职 并且开始做一件极具冒险的事 等珠穆朗玛峰 企业在发展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跑去登山了 当然你登山是你自己的选择吧 你用你自己的支配的时间来做 但是也有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为什么呢 您毕竟是企业的主心股 对 登山是有风险的 对 讲白了 企业多多少少跟你个人绑在一起的 对 你当时没考虑这些吗 下面的人没有劝你吗 他是这样 就等于从某种角来讲 应该咱们来看 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和企业绑在一起 你也看到 我都退休万科四年了 那我能安心退休吗 我已经和他绑在一起了 正因为我和他处得十度的距离 所以我该离开的时候 就不是说是登一四山两个三 离开一三角 我还活着 咱们拜拜了 这就是我觉得 这是我做的人生 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选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再说到 我们看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我为什么要离开企业 我觉得是 恰好是对这个企业复杂 因为我们一个企业的生命令 它远远要长远 应该是长远一个人的工作的生命令 所以一定非常明确 就是你更多的是 如何让企业一代人一代人 传接下去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您从事体育锻炼 有一个故事 就医生实际上 您跟我差不多 就腰间盘我不舒服 他这么突出 他我现在还不是突出 我现在腰椎之间那边有个血管流 有一个血管流 对吗 当时你怎么这么就硬气 硬着熬 说我就不信 我就要去做不可能做的事 他思路还是这样 还不是说你硬气 就你突然没有想到 你可能有一天会瘫痪 你从来没想到 你身体活不乱跳 怎么会瘫痪 你定时马上就要想 第一个就是 我瘫痪之前 我有什么时候 我应该做 我没做 我遗憾 我当时想来讲就是 去西藏 西藏没去 看看珠峰 看看珠峰 而且我想我一定要在腰痪之前 这事我就完成 结果你就做准备 98年 98年去到西藏 从西藏回来就开始登学山 滑雪 滑雪 飞滑翔山 飞滑翔山 我一定要在腰痪之前 我把我的这个 我想做原来还没做的事情 我把它做了 我的腰痪也不遗憾了 我也曾经做过 嗯 黄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